2023SOI冰演进行到了尾声 还有两天全部的冰演就要结束了 选手们的表演和观众的热情也到了高点 对特别是某位重磅出演的选手 虽然肉眼可见的辛苦带来的身形销售 但快乐滑冰的情绪是越来越高涨了 横冰站的第二天 与生结弦带来的小阿修罗 以一场比一场燃炸的方式点燃着现场 杀人无数所到之处无人生还 直接融升到了许多的冰迷心中 与生结弦酷帅类节目排行榜No.1的位置 不过呢小阿修罗滑得嗨了 观众们看得嗨了 对现场的摄影师却产生了不小的压力 大概因为与生结弦实在滑速和动作太快了 以至于摄像机一度把它跟丢了 正是这里小阿修罗进行到后半段时 一个躺兵翻滚的动作镜头瞬间没有跟上 出现了一秒左右的空镜 虽然后续马上跟上了 可是这一秒多的时间足以可见镜头的慌张了 摄影师不知道会不会被扣鸡腿不知道了 但似乎也不能全怪摄影师 因为实在是与生结弦滑得太快了 摄影师跟不上他的情况 也不是第一次出现了 2019年花华大奖赛加拿大战场 曾经请到了冰上摄影师 近距离的跟拍选手的表演 当时在嘎拉彩排时 摄影师就跟拍了与生结弦的 巴黎散步道的彩排全程 但是后来放出来的视频中 大家就发现了 其中一段镜头里全部空白了 也是后半段这个帅气的步伐阶段 观众看视频时发现 这位选手两步一窜 这人怎么就没了呢 摄影师的镜头慌得直晃 好一顿找 这才发现这位选手已经窜到冰场的对面去了 后来当有粉丝问到好拍吗 他直接回复 好拍啥呀 你没看到我刚开始都被这小子甩丢了吗 被甩丢的摄影师当然不止这一位了 很多的冰民们还记得田中总司老师吧 现在是仙台后辈女单千叶百音教练的田中 也同时是一位冰上摄影师 他和宇生结弦也po有渊源了 2011年地震之后的夏天 宇生结弦转移到了青森八户冰场短暂的训练 当时田中先生作为跳跃教练指导过他的跳跃技术 在后来的比赛中 他也和奈奈梅老师一起陪小柚子一起等过分 2020年月天放出为支持东京奥运会之前拍摄的宣传片 主角是冰上的宇生结弦 负责冰上摄影正是田中老师 结果在冰面上就发生了这样的对话 老师做得好 老师再努力一点跟上他 辛苦吧 那当然了 结束了一轮做的宇生结弦和田中老师撒娇 拍着老师说 看得出来老师追学生已经追得有些相当吃力了 而导演提出想要更多多拍的镜头时 取得更好的拍摄效果 请宇生结弦在冰上做点接续步 老师追着后面拍时 宇生结弦很贴心的提出 用弧线部之类弧会加速的步伐串的话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用直线部的话 老师跟不上吧 结果老师马上坦诚 是啊不行呢 太复杂了 肯定不行 不是宇生结弦不客气 也不是田中老师客气 是确实跟不上 不仅在冰上的摄影师跟不上 在挡板边的摄影师 图片摄影师也常常跟不上 从宇生结弦小时候就开始拍摄他的家乡摄影师 能登职在一次节目采访中 提及拍摄宇生结弦时就说过 宇生又好拍又不好拍 好拍在于做什么都美 拍到的任何时刻都美 不好拍的地方就是实在是太快了 其他的skater的节目里的拍照节点是很明显的 但是宇生结弦的滑速实在是太快了 节目又非常的流畅 所以按下快门的时候 稍微一犹豫就变成废片了 能登桑直言 所以我看电视台也不必给拍丢了 宇生结弦的摄影师给扣鸡腿了 毕竟跟丢他确实是人之常情 但是需要好好的熟悉节目 下次可别再让主角凭空消失了 宇生结弦冰眼横冰长 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 那就是中国冬奥会的冠军苏一鸣 苏一鸣晒出了与宇生结弦的合影 打破了次元壁 此外 苏一鸣还晒出了与花华天才 马里宁的合影 宇生结弦虽然已经不会代表日本队 出战花华比赛 但是在江湖上依旧有他的传说 更何况 宇生结弦并没有离开冰场 他依然在冰上起舞 此番冰眼横冰场 观众也是相当的热情 作为中国的奥运冠军 苏一鸣晒出两人的合影写道 谢谢传奇 原来他也在追这位冰上之神 不少的中国兵民的 也是感慨打破次元壁了 苏一鸣是中国首位冬奥会 单板滑雪冠军 天赋炸裂 很多人喜欢与宇生结弦 也喜欢苏一鸣 这一次的梦幻联动 苏一鸣还为与宇生结弦准备了礼物 一个木盒子 也不知道里面装了什么东西 此外 苏一鸣还晒出了与美国花华天才 马里宁的合影 马里宁也是称赞见到了另一位传奇 说的就是苏一鸣 真是英雄出少年 我们看到了年轻的与生结弦 曾经一统江湖的王者气概 也见识到了未成年的苏一鸣 闪耀冬奥赛场 如今更年轻的马里宁已经在花华赛场 征服了4A 这几个人真是了不得